你 是 是 是 虽然还没有看到极音石 但卦象和寒气所示 这个溶洞 应该是我们要找的地方 嗯 可算找对地方了 可是 为何看不到极音石 我记得你说过 极音之地 定会出现极音石 害地极音 万物终结 极音实现 阳气覆灭 兴许就在极音之气 最盛之处 正好在那里逆转针法 驱除你体内的极音之气 嗯 怎么了 我的天 又变异了 嗯 哎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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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啊 啊 我刚才 又犯病了 嗯 你被这里寒气侵蚀 引发了体内的极音之气 还好嘎巴拉暂时 将极音之气控制住了 能控制极音之气 方怡 能不能给我 女孩子还是斯文一点好 别对我家方怡动手动脚 我 我不是那个意思 哪个意思 闪一边去 抱歉 这嘎巴拉 可能是我父母留给我的 乖乖 一哥还有父母啊 他又不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 一哥 你还记得你父母是谁吗 师父捡到我时 我身上只留下了嘎巴拉 这义呢 是嘎巴拉任我为主后 赋予的能力 我的父母应该也是异能者 他们也许有不得已的原因 说不定哪一天睡醒 他们就出现在我面前了 这可是大喜事啊 一哥 竟然瞒了我们这么久 还当不当我们是兄弟啊 可惜线上几乎查不到 异能者的信息 不然追溯到十八年前 也许就有线索了 兄弟们 行领了 我的事不着急 先把初夏的问题解决 现在已经能证明 这个溶洞 便是一处天然的极音之地 刚才 是不是寒气 引发了我体内的极音之气 若非如此 我设置的封印 绝不会这么容易被冲破 走 去找溶洞里极音之气最盛之处 嗯 这里有极音室 极音之地 应该快到了 是当时遇难的搜查队员 走吧 去吧 神仙是什么怪物 你怕什么 你赶紧去报方议他们 走 扑鬼木 本草灵木精的灵魂 怎么会出现在这 你们别过来 这是扑鬼木 都别过来 都别过来 寒气动了这些扑鬼木刀枪补术 连火符也奈何不了 那是什么 扑纹 快趴下 炮子挺快 闭火符